要讲好中国故事 必须做好中国的事情 特别是在非洲 从去年开始 我们在抗疫物资的援助过程中 实现了对非洲所有国家的全覆盖 今年实际上在二月份 我们就对非洲国家开始援助疫苗了 那时候我们国内的疫苗的注射率还非常低 我们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已经开展了对非洲国家 当然还有其他方向的疫苗援助 可是在国际上 特别是一些媒体 总是质疑中国的援助的初衷是什么 甚至冠以疫苗外交 一位国际大知名通讯社的记者 曾经采访我 他说你看在非洲 你为什么不是全部都援助 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什么因素来做出的 我说实际上 我作为非洲寺的司长 在日常工作中 确实我只考虑 谁提出了疫苗的需求 有没有这个国家给我们中国疫苗的准入 我有没有能力 以我的这个工作来找到这样的资源 我说我没有考虑其他的地缘政治因素 确实在中国非洲的这个事务之中 现在有一些这样那样的评论 比如说债务陷阱 比如说跟中国做生意吃亏论 甚至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 说中国的这个win-win 是中国赢两次 这种叙事 在非洲还确实有了一定的市场 怎么办 我觉得不必太介意 因为我们在非洲所做的 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们在非洲所做的地方